現在就讓我們歡迎今年北大清善團的國慶團隊 台北大學清善團第十度在國慶大典中擔任禮賓人員 今年在防疫規範下進行圍期15週的培訓 在個人儀態方面還特別為國慶大典規劃了90小時的專案練習 現在所示範的是北大清善團獨有的螳螂走路 使用腹部極大力量想想深蹲 並單腳抬起 依此坎坎動作 進入短片基地 除了坎坎走路以外 我們更多太空椅、貼幣等等 訓練大腿肌耐力以及核心肌群 團員們也用八種語言 歡迎各國貴賓來到國慶大典 致語 各位觀眾大家好 歡迎來到國慶大典 台北大學清善團今年由林生俊擔任團長 羅傑林擔任副團長 延續去年在大典上戴口罩進行服務 今年持續精進用眼睛微笑的功力 在你微笑的同時 擠你的蘋果肌 然後讓你的臥蠶有疊起來的感覺 然後可以讓我們的眼神 傳遞我們的親切以及溫暖 我們眼睛的微笑 因為千年也是有佩戴口罩的 可能因為長時間久戰 眼睛可能會就是沒有那麼的笑容 所以我們會更著重於今年的眼睛笑容 所以讓兵客們感受到更完善的服務 謝謝 團員們各個是俊男美女 今年還有貌似明星張榮榮和瑞莎的 台英混血學生張士文 我會想要加入親善團 是因為我覺得能在學生時期 就參與這樣國際性的活動 是一個人生非常難得的經驗 那在家中的部分 母親是台灣人 爸爸是來自英國 而我個人是非常喜歡學習語言 所以我有同時學習西班牙文 那我相信在這樣三種語言的環境下 我一定有更好的十足的把握 去服務來自外國的貴賓 謝謝 親善團今年也因應貴賓們 必須戴口罩、量體溫 進行各項應變演練 希望到時候帶給所有嘉賓 最完善的服務 中央廣播電台記者楊仁祥、陳國偉 台北採訪報導